Wu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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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有烟有才有内涵 專業爆料30年的幕后君 这里是电影幕后故事 有料有趣有逼格 跪圈那点事尽在幕后君 这期节目可能引起一些人的生理反应 呃不是这种反应 我说的是这种 我今天要聊聊好莱坞电影制作中的血浆 在早期的黑白片中 血液其实大多是巧克力糖浆 省钱省事又好吃 由于在拍摄黑白片时 摄影师常使用红色滤镜提亮肤色 因此用红色假血反倒效果不明显 而巧克力糖浆颜色深够粘稠 不容易被观众揭穿 我的血都喷成这样 他都看不出来 证明这个人的智力是有点低下 比如在经典惊悚片《惊魂记》中 悬念大师西区克克用的就是 博斯克牌巧克力糖浆 这款糖浆后来还被用在了 僵尸片《火死人之夜》中 而在彩测片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一种假写 叫肯钦顿血浆 以伦敦同名街道命名 由英国药剂师John Tenligate发明 配方式把黄金糖浆和水 以2比1的比例混合 再加入玉米粉和食用色素 这些东西在商店里就可以买到 感兴趣的朋友没事可以在家试试 在库布里克的恐怖大作《闪灵》中 从电梯门中倾泻而出的这片血海 用的就是肯钦顿血浆 这个镜头要用掉大约360加轮的假血 总共拍了三次才拍成 所以你可以自己算算 共用掉了多少血 不过这种假血也有缺点 那就是有时在荧幕上看起来太红了 现在我最大的烦恼就是 太红了 弥补这一缺陷的 是传奇化妆师迪克史密斯 他对肯辛顿血浆进行了革命性改良 把其中的黄金糖浆 换成了更便宜的玉米糖浆 再加入用来减少细菌滋生的科达抗霉剂 以及让糖浆流动更自然的抗水斑剂 不过其中的科达抗霉剂有剧毒 因此嘴里流血或吐血的镜头 千万不能用这种血 而要用巧克力血或花生酱血 他调制的这种配方 后来被称为迪克史密斯血 曾用在经典黑帮片《教库》中 典堂级恐怖片《驱魔人》中 以及影史经典《出租桌司机》中的结尾枪战 但也正由于这场戏中的血过于真实 美国广电总局威胁给本片一个X级 也就是只能在红灯区或特定影院上映 导演马丁斯克赛斯不得已对底片进行了处理 让血液呈现不那么真实的深褐色 影片才最终以R级在商业影院上映 迪克史密斯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好莱坞标配夹血 但在电脑特效出现后 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开始使用光滑流畅的CG血液 赶死队二里的每一笔血都是CG做的 以免弄脏肌肉难闷古铜色的皮肤 就连领导大卫分歧也在十二宫中转而使用大量的CG血 因为一个镜头要拍好几次时 演员不必重新化妆 不过我总觉得CG血有点缺乏诚意 以上便是历史上好莱坞制作假血的主要方式 虽然手法不同 但都不至于让当时的观众出戏 能做到一定程度的一假乱真 可直到今天某些国产恐怖片中的血 还是满满的喜感 我最后就想问一句 同样是假血 敢不敢弄点真的 唉扎心了 这期先到这儿吧 喜欢沐浩君的节目 记得点赞转发关注 搜索微信公众号电影沐浩故事 更多猛料在等你哦 咱们下期见